小時候你一定有跟朋友做過以下的事 摘人的頸和腰 被人摘的時候一定會縮起和大笑 但為何我們被人摘的時候會想笑呢 癢是一種感受 很多人是以為來自皮膚 其實是源於大腦 癢的定義就是一種被人很不舒服 而產生強烈想拗的慾夢 在大腦一個叫做體角皮質的區域上面 體角皮質區是全身觸覺的感知中書 身體各部分接受的觸覺訊號就會在這裡統一處理 研究人員推測 癢可能會導致體角皮質區的神經興奮 至於被人摘會有反應的原因 是源於乳生俱來的自我保護能力 怕癢是一種天生的反應 被人拗的時候會縮起也是一種條件反射 當其他人接近你的時候 神經系統本來反應就會加強警惕 而當你明白對方無惡意的時候 神經系統就會放鬆 令你覺得癢 愈放鬆就會愈覺得癢 為何自己知道自己就沒有反應 因為我們大腦清楚知道 其他人和自我觸摸的差異 大腦會以不同的區域 處理兩種不同的接觸方法 我和非我對於大腦而言是由觸覺定義的 瑞典一間大學在研究裏面 進行了三個不同的試驗研究發現 大腦在處理自我觸摸的時候 被活化的區域會少很多 活化的程度都較低 從而不會對這種刺激有反應 但是當被人摘的時候 在面對社交觸摸和自我觸摸的時候 大腦和神經系統處理的強度和速度是不同的 由於不清楚其他人 甚麼時候會碰到自己 都不知道這個觸摸方式 相較於自我會有更多驚喜 觸發更多大腦區域 令到我們更加癢 為何某些部分 例如甲垃底、頸、腰部 會特別怕癢? 科學家指出 癢是古人對外在 引起皮膚反應的一種防衛機制 例如蚊蟲 而甲垃底、頸、腰部、皮膚較薄 亦都較重要器官 所以對外在刺激更加敏感 所以有時有些享受 都是自己來最好 喂!不要想出旁邊 我是自勾痕的 各位讀者,你好 我們有事請你們幫忙 因為蘋果日報的經營實在困難 請你們多多支持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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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